他现在魔抗比较低 但是发条打他比较疼 甲格斯打他的话 也是魔法伤害举够 反伤甲的话 现在这个局面 就还是一波团的事 是 你现在送方ADC装备 都已经是到头了 但是不同的时候 和早期开团相比 现在老格尼的 开团前的poke消耗 一方面是他们意识到 这样做的好处 另一方面是做的也不错 这个时候真的应该 大龙杀了 现在需要一个皇冠 必须一个皇冠 秒是来不及秒掉 看一下这个地方 能不能Rush掉 打掉了 看一下这个团 甲格斯被勾住了 甲格斯晕眩开起来 然后跳一下 这边大招 哦 EZ闪现躲淡 反应非常快 这个反应真的太快了 女警被追 给32个赞 这个女警应该是已经没了 没了没了 能换一个吗 换掉了一个 这波Nice 刚才EZ闪现 真的 这个反应非常快 直出切过来 闪现躲了一个E 这波团的话 上路应该没了 鳄鱼死掉了 但是剩了这三个人 我觉得不一定守得住 看一下吧 EZ这波 哇 这个老刚才这个ADC真的 玩的6 好强 打得不错 攻击力492 500攻 中间是杀了一个垂石 但是下路又被迫一路 用于自己一条命换一个高地 绝对值 那这样子 哦 跑团呢 我的天哪 现在这个局面真的好难说 那这样子的话 双高被迫 守吧 经济虽然有优势 但是 就像我之前说的 就是暴女她之所以 Counter发条 就是因为在这个阶段 你发条 你装备 你再好 给你 再给你 再给你两件装备 你打不了这个团 因为我 打不打团是由我决定的 我距离你一定距离你 安妮都相守不了我 你更不要说你一个发条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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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